我非常理解這個心情 因為那時候我們小孩還小 然後那時候 剛剛演完《西立人妻》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就有 我就不講實際金額 可是妳能想像說 那個三個的工作 在半年之內 半年之內也是可以賺非常薄的 是 而且又有作品 但是小朋友那麼小 才兩三歲的時候 所以我走不開 後來我就把它拒絕掉這樣 我的媽媽 等一下 所以想想小孩 也不是那麼需要我們 為什麼那時候要這樣子 很多小孩在看 孩子的成長是無價的 很多小朋友在看 真的 回頭現在想想 還好我那時候沒去 就是有陪伴他 因為我那時候最擔心的 就是覺得 如果半年之後回來 他不認得我呢 對不對 他話說十三年之後 對啊 不過還好沒有錯過 小孩成長的黃金綺 因為那是他們行為 在奠定基礎的時候 對 我覺得媽媽在 其實現在回過頭去看 人家說 我們家小孩怎麼那麼乖像 天使 我覺得是真的 媽媽有在陪 有在教 媽媽是用時間換來 老爸你懂吧 是 對 可是妳講到這個歧視 妳看 那為什麼男生就不用選擇 真的 對啊 為什麼有這樣的疑問 真的 是不是 真的 就是男生要做什麼 我們都要無限的支持 真的 可是妳又沒小孩 妳怎麼能提到 但我真的覺得 可能因為我單身的關係 也沒有小孩的負擔 但是的確還是會在一些取捨上面 像因為你知道演藝圈現在也是 那個人在後面排成這樣子 如果一個工作突然 如果你不行 馬上一堆人在補 所以我也算是 演藝圈常常的 晚上凌晨2點接到說 明天7點外景妳可以嗎 但其實可能明天 我已經排了家庭的旅遊了 我就直接跟我媽說 媽媽高鐵票幫我取消 沒辦法 我就是去出外景 所以其實身為我們的家人 都非常心 她要隨時 可是就真的我們的工作 就是如果你當下不趕快做絕 就是很快就沒了 對 那兩分 我覺得我是捨不得 妳是舉叉嗎 對 我舉叉 OK 因為我是覺得就真的 錯過小孩子成長 很可惜 就一次 對 可能我沒有什麼上進心 就覺得 不會 就是想要陪孩子成長 也挺好的 對 我覺得陪孩子真的很重要 對 非常重要 因為小孩子一下就長大了 所以我就是也想要 陪伴小孩 陪伴老公 照顧小孩 所以我就是寧願去飛一些 3點 4點爆到的紅眼航班 辛苦 就是也是像慶怡姐一樣 犧牲自己的睡眠 真的 對 我可能3點 4點出門 可能下午 2 3點 我就回到家 我又是一條活龍 可以陪伴小孩 陪伴老公 都不用睡覺 媽媽好堅強 媽媽哪要睡覺 對 不用 鐵金剛 對 真的 媽媽都是快充 對 大概充個30個小時就棒 又好了 對 其實累的時候回家看到小孩 其實一個笑臉 妳就好像又可以了 對 對啊 然後看到老公又 一度 電力的時候就慘到 妳又沒電了 斷電 OK